第五章 憑信心不憑眼見 我們原知到 我們這地上的帳篷 若拆毀了 必得上帝所做 不是人手所做 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我們在這帳篷裡嘆息 心想得那從天上來的房屋 好象穿上衣服 倘若穿上 被預見的時候 就不至於赤身了 我們在這帳篷裡嘆息怒苦 並非願意脫下這個 乃是願意穿上哪個 好叫這必死的 被生命吞滅了 為此培植我們的 就是上帝 他又賜給我們 聖靈作憑據 所以 我們是常坦然無據 並且曉得 我們住在身內 便與主相離 因我們行事為人 是憑著信心 不是憑著眼見 我們坦然無據 是更願意離開身體 與主同住 所以無論是住在身內 離開身外 我們立了志向 要得主的喜悅 因為我們眾人 必要在基督台前顯露出來 叫各人按著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惡受報 基督的愛 激勵我們 我們既知道主是可謂的 所以勸人 但我們在上帝面前 是顯明的 盼望在你們的良心裡 也是顯明的 我們不是向你們 再舉戰自己 乃是叫你們 因我們有可誇之處 好對哪憑外貌 不憑內心誇口的人 有言可答 我們若果癲狂 是為上帝 若果緊守 是為你們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因我們想 一人既替眾人死 眾人就都死了 並且 他替眾人死 是叫那些活著的人 不再為自己活 乃為替他們死 而復活的主活 所以 我們從今以後 不憑著外貌認人了 雖然憑著外貌認過基督 如今 卻不再這樣認他了 若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 都變成新的了 一切都是出於上帝 他藉著基督 使我們與他和好 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積分 賜給我們 這就是上帝在基督裡 叫世人與自己和好 不將他們的過範 歸到他們身上 並且 將這和好的道理 託付了我們 替基督勸人 所以 我們作基督的使者 就好像上帝值我們勸你們一般 我們替基督求你們與上帝和好 上帝使那無罪的 替我們成為罪 好叫我們在他裏 成為上帝的義 寶貝 vlogs 好 орд 嘴